你不是全职博主吗 为什么是兼职博主 做博主真的比工作更轻松吗 关于博主擦饭和我是怎么擦饭的 做内容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 其实都是有一个原则 一个价值观在指引着你 大家好 我是来将 今年32岁 目前居住在日本东京 在一家比较小的互联网公司 做企划和项目管理的工作 我是12年留学的时候来的日本 然后毕业了之后就读研 工作 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 其实我在扫纹书上发帖 已经也快4年了 非常感谢这4年以来 大家辛劳粉丝的陪伴和支持 还有不离不弃 今天是一期博主聊天 这4年里大家也看着 我的生活工作感情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可能你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关于斜杠青年加兼职博主 4年做下来的一些感悟 第一个问题 可能有一些粉丝会问 你不是全职博主吗 为什么是兼职博主 大家经常会看到我分享一些 OL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OL通行的翻包季 还有博主参加线下活动的翻包季 其实这些年一直有人在问我 说来一战为什么不自己做全职博主 为什么不创业 那我个人的一个理念是说 OK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物理上也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让我全身心去投入的一个事业 或者是价值感 因为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手段一个途径 并不是目的 不管你是创业也好 成立公司也好 做品牌也好 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信念 就是通过成立公司 做品牌这些事情 能够实现我相信的这个价值观和信念 那我就会选择去做 像我现在做小龙书 我觉得支持我这么长时间走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利他原则 我一直相信我做的内容是能够至少帮助一个人的 或许是对镜头前的某一个你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 所以说在我还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创业 为什么要退出工作 然后去做全职博主的这个为什么的点 我还没有get到 再一个原因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工作的 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收获 还有认知的提高 视野的拓宽 格局的打开 如果说我过去的四年里全身心投入全职博主的话 是没有办法获得的这样的一种宝贵的经验和资源 那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一边工作一边做博主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非常显著的一点 就是工作当中你学习到的一些技能 是能够百分之百 运用到我在博主的工作中去的 比如说公通协调能力 总结归纳复盘能力 还有对商业模式 商务礼仪的这些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工作 能够给我带来积极影响的一面 还有就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积累的一些人脉啊资源啊 当然说一边工作一边做博主 肯定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就是我自由可以支配的时间是大大降低的 特别是这四年的时间里 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需要花在直播前后的这种准备上 其实非常费心力 他跟我最开始本来想做的这个内容创作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反过来想 做这个事是为了实现什么 只是单纯的做这样的 纯的体力劳动吗 并不是 我通过这个事我收获了成就感 我收获了喜悦 收获了乐趣 还收获了你们 做这些事的最终到达的目的地 是让我快乐的 那么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 当你有选择 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觉得痛苦了 然后第三个问题啊 做博主真的比工作更轻松吗 虽然说他目前对于我来说 还是一个兴趣爱好 是一个副业 但是我是用工作的态度去对待他的 对于我的客户来说 对于我的粉丝来说 这个不是他们的副业 这个不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真真正正相信你的人 把一个责任交给你手里 你要去为他服务 要去把这些东西的优点最大化 尽你的所能 把你的真实感受分享给大家 并且你的这个真实的感受 是需要通过信任你的这些粉丝去测试的 经得起大家的检验 我觉得这个责任感动工作是一样的 再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 博主看起来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 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 确实因为他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他就没有这个相对规定你的休息的时间 不像咱们有一些劳动法的保障 公司其实是有一个大的企业 在背后去帮你规避了很多风险的 无险一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但是你做博主呢 是没有这样的人事评价的 没有人给你规定KPI 你不知道你下一个等级 或者下一个职位要怎么努力 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你是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它是需要非常强的自趋力的 如果说你想在这个行业里不断进步 不被这个新的趋势所淘汰掉的话 所以自由空间更大了 可以支配的范围更广了 相对来说你自己需要去做决策 你自己给自己这一杆秤的这个重量 也越来越重了 那我自己做下来有两个很大的感触 一个就是影响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个我忘了是在哪看到的一句话 我深有同感 就是相信你的人越多的时候 你越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标准和原则 因为信任的建立是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 但是信任的崩塌只需要一瞬间 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 你会发现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能力越有限 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更多 所以我觉得始终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问题 做内容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也看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内容了 那比如说灯光设备或者是怎么剪辑 这些技能上的内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那我觉得除去这些应件设备 还有说你表达文案写作沟通能力 这些可以刻意练习的技能之外 我想分享三点 我觉得第一个是真诚 不管是想做成什么事 或者是想达成一个什么东西 归根到底还是会回到咱们人的身上 我现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 我会选人的 即使是你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你的这个企业的理念 价值观 或者是你这个老板这个人 我不认可的话 那我就是不会接的 那有一些可能他们的预算不是很足 但是他们做的这个事 我相信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的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理念 他的东西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这个时候我就愿意用我的流量来帮助他 因为打动我的不光是他的产品 还有他背后的人 他的这个价值观和理念 然后回到自己做内容上 一定是真诚 只有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 才能真情实感的去表达 只有真情实感走心的东西 才能真正的通过屏幕 通过这个镜头去感染到其他的人 比如说这个视频 就是今年东京初雪那天我拍的视频 其实那天呢 我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因为一大早就收到了家里人生病的消息 但是我特别特别 想让他也看到东京初雪的样子 就像小的时候他牵着我去看雪一样 所以就拍摄了这么一个小视频 里边写的词呢 也都是想说给他听的 后来收到很多评论说什么 都给我看哭了什么的 其实写那个文案的时候 我也是流着泪血的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打动你们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利他主义 就比如说这期视频 给大家拍出差包里有什么的时候 其实做那个视频的时候那天我也特别特别的累 因为是非常赶的一个两天一夜的出差 要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么多事 但是因为只能住一天 所以就只带了这么一个包 当时就想说本次里面应该有很多经常出差的 上班族的姐妹 也许我的收纳呀 或者是我的一些小东西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大家 所以那天我就一咬牙坚持拍完了那个视频 第三个呢是不忘初心以始为终 这个其实刚刚也有聊到啊 你做什么事其实都是有一个原则 一个价值观在指引着你的 痛苦的时候也好 觉得很累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说想放弃的时候也好 回过头来想想 我到底做这个事是为的什么 那如果我眼前做的这件事情 能够让我更加接近我的最终的目标 或者是能够让我更加接近我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那其实是可以放下心里的这种压力和焦虑 埋头专注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 第五个问题 今后的一些发展方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谈话节目的话 我今后也想策划一些其他的主题 来跟大家多聊一些哈 比如说就是个人博主和MCN签约博主啊 还有关于博主插饭和我是怎么插饭的 如果说你对直播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和留言区告诉我哪方面的内容 像直播带货我是怎么选品的 也会邀请一些其他的博主进行一些对谈 然后我还想做的是针对想要做直播带货的 新手博主们 比如说怎么组品选品的工作流程 团队的什么人员在什么时间点 需要做什么事 然后怎么跟商家对接 售后问题怎么处理 blablabla这些 那我是怎么从一个人一台手机 一个三脚架做到现在 还算稳定吧 有自己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状态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和留言区告诉我 我就跟大家留言来进行这个选题哈 非常非常感谢这几年新老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喜欢 其实我们在私下也会有经营很多交流 跟一些粉丝姐妹也好 跟一些品牌方 甚至我们的私下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就跟到底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进行合作 或者是说陪伴了这么长时间 都是因为我们彼此认可对方的人 也感谢一直以来能够选择来这样的客户品牌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和喜爱 可能有些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 今天这期聊天里分享的视频 用的包都是松的 三年前我拥有了第一只松家的包包 今年呢是松的 九岁生日 祝他生日快乐 下次再见 拜拜